来看看教育的喜讯 新建于民国52年的龙井国中 校舍是老旧不堪使用 而在市府的规划之下 投入9000万元来新建新校舍 5号上午这天是举办了落成街牌仪式 台中市长林佳龙也亲自到场主持 并表示教育就是投资下一代 而相信在中央跟地方的相互配合之下 将可以加速推动老旧校舍整件 2 1 请接牌 市长林佳龙与众人一同拉下红布条 宣告新校舍正式启用 龙井区的龙井国中新建于民国52年 校舍已经老旧不堪使用 在市府规划下投入9000万元新建新校舍 5号上午举办落成街牌仪式 那我相信在龙井国中 现在一个地方相对比较偏乡 那么对于教育资源的投资 我们不能够只是以这一个人数来做标准 一定要以在地孩子他们学习的需要 那么能够投入更多的资源 在这些硬体建设上面的投资 同时对于人才的培育 我们也需要能够发挥这一个多元的一个方式 让在地的孩子能够有适性的发展 新校舍取名为智学楼与静远楼 两栋建筑都是三层楼高L型造型 其中三楼更是特别挑高增加通风 让上课的学生不会因为夏天闷热而影响学习 校方也广直树木与草皮 营造安全及舒适的优质环境 为校园带来全新风貌 那我们的两栋新校舍 那一栋是智学楼一栋是静远楼 那我们静远楼的规划 一楼跟二楼是我们的一个行政办公室 那我们整个三楼的规划是整层的一个图书室 那其实在我们的校舍的规划 在三楼的部分其实我们有做特殊的一个规划 就是我们整个挑高4米2 那这样子挑高的一个做法 一个设计的方法就是希望 能够让整个教室的空气能够对流 让热流能够由上来散发出去 那也符合我们现在的一个绿能环保的一个设计 市长表示教育就是投资下一代 市府将在原县区投入更多预算资源 改善学习环境 借此缩短城乡差距促进均衡发展 记者杨宗环台中小报道 大家前面转发展 第二个设计 我们的工程中小报道 中文字幕志愿者